这皇上肯定心里想了 呦 你这不是跟我这儿骂贤借呢吗 得 一直到康熙皇帝驾崩 这大阿哥也没被释放 这会妃呀 算是把自个儿的亲儿子给坑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打今儿开始啊 咱们呀 聊聊这康熙皇帝的后妃们 那有朋友就说了 要聊这康熙皇帝的后妃呀 那好办了 咱们就先从这嫡后开始聊 就是孝成仁皇后 不解 我想啊 咱们还是先讲一个热闹的故事吧 康熙皇帝的后宫啊 一共有后妃65人 为康熙皇帝生下龙子凤女啊 一共是55人 有人说不对呀 康熙皇帝不是有56个孩子吗 这其中啊 有一位公主啊 是养女 和朔纯喜公主 是宫亲王的亲闺女 那今儿咱们要聊的 这位有故事的后妃是谁呀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惠妃 康熙初年的武妃之首 大阿哥印之的亲娘 惠妃娘娘是那拉氏 有人说大阿哥印之之所以后来 能和太子印人争夺一下储君之位 都是因为啊 这妈妈势力大了去了 惠妃的堂哥就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权臣 纳蓝明珠 这种说法啊 几乎让那个臭名昭著的电视剧 康熙王朝给凿拾了 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啊 不但台词漏洞百出 而且呀 尤为于原著 于史实 我估计啊 这原著作者 二月和先生啊 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 才气死的 一句玩笑啊 咱们接着说惠妃 那么怎么就传了好几百年 都说这惠妃跟纳蓝明珠 是堂兄妹的关系呢 这惠妃的出身呢 是整黄旗 您可别以为 这个整黄旗地位有多高啊 其实啊 她是内务府八旗的 整黄旗包衣奴的出身 这惠妃的阿玛 是内务府正五品郎中 纳拉索尔河 这事啊 就出在这索尔河的身上了 在这一时期啊 这朝里边 还有一位纳拉索尔河 这位索尔河 家世显赫去了 他是金台石的长子 明珠的亲大爷 是明珠这一辈啊 他们家的掌门 不但世袭了一等男爵 还是云其位 其实啊 要搞清这两个人谁是谁 一点也不难 虽然啊 都叫纳拉索尔河 但是这惠妃他们家呀 是乌拉纳拉氏 明珠他们家呢 是叶赫纳拉氏 这纳拉呀 是姓氏 这叶赫和乌拉呢 都是地名 也就是说呀 他们是不同地方的纳拉氏 人家明珠家呀 是贵族 这惠妃家呢 是内务府 包一奴才 您看在正史上啊 记载 索额图获罪 是因为参与太子党争 原因很简单呀 这索额图 是太子应仁的亲叔老爷 可是无论是石鹿 还是青石稿 都未曾提及啊 明珠是大阿哥一党 和大多数的清代后妃不同 惠妃乌拉纳拉氏啊 留下了名字 清代文人的笔记当中 记载啊 这惠妃乌拉纳拉氏 在娘家的名字叫花色 听着呀 是个好听的名字 并且据我推测 惠妃乌拉纳拉氏的容貌啊 的确应该是很出众的 清朝康熙年间 法国传教士白晋 曾经在他的书中啊 提到过乌拉纳拉氏的儿子 印之书中说 这位皇子确实可爱 他是个美男子 才华横迹 并且有其他的种种美德 咱们先不说呀 这印之有没有美德 咱们就说呀 这印之长得既然形容俊美 那一定是啊 继承了母亲身上的基因 惠妃娘娘 长得美 进宫早 又为这康熙皇帝呢 生了大阿哥印之 所以啊 在康熙初年的时候 才能排在这五妃之首 从咱们这段书的标题 您也能看出来 这惠妃娘娘啊 不但是大阿哥印之的生母 还是这八阿哥印寺的养母 那您不觉得奇怪吗 要说这八阿哥印寺啊 它是有生母的 就是后来的良妃卫士 咱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啊 简单的提两句 清代后宫当中 皇子是如何抚养的问题 康熙二十年的二月初十 在后宫当中啊 这卫士生下了八个 皇子印寺 可是这个时候的卫士啊 身份实在是太低了 还不是主卫 大不齐呢 就是位贵人 我们要知道啊 这皇上的女人啊 贫以上 贫妃贵妃 皇贵妃 皇后 这些呀 才是主子 而下边的贵人常在答应啊 都算是低等侍妾 这些人呢 即便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也是不能亲自抚养的 因为这些侍妾呀 诞下龙肿 这些龙肿啊 不管是男孩女孩 那都是主子 必须由主子来抚养 八个印寺 生下来以后 就由惠妃来抚养 那有人就说了 都给皇上生儿子了 这位是不能立刻进封吗 呃 不能 清代的贫妃晋级制度啊 很稳定 极少有贫妃单独晋升的情况 通常都是国家遇到大庆大典 众多贫妃共同晋升一步 您比如说这个太后的生日啊 皇后的生日啊 或者是册封新皇后的时候 卫士 康熙二十八年才晋封为贫 也就是说 在印寺八岁那年 他的生母卫士才晋封成为主卫 成了紫禁城后宫当中的一名小主 您想八个印寺都已经八岁了 从来啊 就没和自己的生母一起生活过 在他的心里 他的亲恶娘就是惠妃 您往后听 咱们后边啊 就能证实这一点 康熙四十七年的夏秋之际 对康熙皇帝的众位皇子而言啊 那可是个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时期 因为就在这个秋天 康熙皇帝废了二二个印人的太子之位 并且销了大二个印之的爵位和踪迹 把废太子印人圈禁在紫禁城的贤安宫 把大二个印之圈禁在自己的王府当中 您不好奇在自己家中是怎么被圈禁的吗 我给您说说啊 就是把这印之啊 关到自己的府里 把原来所有的仆人遣散 至于谁来伺候您呢 这内务府重新令派 并且用青砖把王府里所有的门都气死 只留一个小旁门 方便看守人员进出 有人说这不算什么呀 好吃好喝的还有专人伺候着 圈禁就圈了呗 哎这您可就想错了 您想啊 一个人呢 从权力的顶峰 一下子就降至了谷底 这个心理落差呀 普通人就很难承受 再者呢 您这好好一个王爷 现在被圈禁家中 对外边的事啊 一点都不了解 心里呀总是揣测 不知道这父皇啊 什么时候一生气 想起自个儿来呀 就把自个儿给刺死了 所以说这王爷呀 被圈禁在自个儿家里呀 还不如蹲大狱呢 这蹲监狱呀 还知道自个儿几个能够行满释放 这王爷呢 纯粹是个无期徒刑 就在自己的儿子 印之被圈禁的时候啊 这惠妃干了一件事 有人说惠妃干的这件事情啊 漂亮 救了自己儿子一命啊 也有人说呀 这印之被终身圈禁 也全是因为惠妃干了这件事情 康熙皇帝圈禁了印之之后啊 惠妃就跑到了康熙跟前 出人意料的是啊 惠妃并没有给大阿哥求情 而是跟皇上说呀 这儿子有罪呀 都是妈妈平时管教不严 您啊干脆处死印之算了 其实他这话是真说自己有错 印之有错吗 实际上啊 是拐着弯的跟皇上说呀 这儿子有了大罪了 你这爹就一点错没有吗 虽然当时惠妃的这篇话 打动了康熙皇帝 康熙表示啊 不会过于难为印之 生活起居啊 还是有专人照顾的 可是后来啊 这皇帝一定琢磨透了惠妃的言外之意 这皇上肯定心里想了 呦 你这不是跟我这儿骂贤借呢吗 得 一直到康熙皇帝驾崩 这大阿哥也没被释放 这惠妃呀 算是把自个儿的亲儿子给坑了 那这八个印刺又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八个一直视惠妃为自己的亲娘 康熙皇帝生前的时候就留下一纸 在他驾崩以后啊 皇子们可以将年长的母妃 迎到自己的家中奉养居住 只要你每月回到宫中 和这四皇帝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还有皇后见一面 问个安也就完事了 雍正元年的六月 允四就把惠妃乌拉那拉氏 接到了自己的王府当中奉养 哎这会儿啊 印刺就已经变成陨刺了 为什么到陨刺家呀 因为这大阿哥不是还圈禁着呢吗 当时啊出宫投奔自个儿 儿子的有五位太妃 按说这些位太妃呀 每月都应该按时回到皇宫当中 给皇帝和皇后问安 可是呢不知道这惠妃娘娘是怎么想的 其他四位太妃都按时回宫请安 唯独这惠妃一回也没去过 并且这都成为了后来给允四定罪的一条罪状 罪名就是阻挠母妃 进宫向皇帝皇后问安 雍正四年 允四也获罪被圈进宗人府 这家呀也被抄了 得这那拉氏啊 他没地儿去了 也只好啊 扫目大眼的 又回到了宁寿宫当中居住 在宁寿宫当中啊 一住就是六年啊 您想 雍正皇帝能给他好脸色看吗 雍正十年的岁月初一 自作聪明的会妃乌拉那拉氏 轰逝于紫禁城内西路的宁寿宫当中 同年九月 被奉安于尊化皇陵 景陵 飞元秦 有人说呀 这大个八个的故事 你也没讲全呢 哎 这九子夺嫡啊 篇幅太长 咱们呀 改天详细的讲 今儿咱们聊的 不主要是会飞娘娘吗 我是爱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找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昨天第一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